维吉尼亚·萨提尔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心理治疗师 他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冰山 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 被人看见的只是水平面上的部分 更大一部分藏在水面下 那是我们的内在 当我们在面对事情时 通常可以归纳出常见的四种说话方式 萨提尔女士又称为应对姿态 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一位父亲 想提醒儿子手机玩太久了 你会怎么沟通呢 整天完美阴阳的手机 现在给我收起来 不然没收 明明是出自善意 却表现出指责的样子 这是萨提尔提出的第一种应对姿态 总是以命令和否定方式表达 你手机玩很久了哦 乖啦 别玩了 赶快收起来了好不好 这是第二种应对姿态 讨好 以烂好人的方式得到认同 手机玩这么久眼睛会坏掉 你有时间应该多做功课 要等的规划时间 这是第三种应对姿态 超理智 凡事就事论事 用说教的方式沟通 一直玩手机 等一下北极熊会趴到你身上哦 这是打岔 第四种应对姿态 不断跳针差题 以不沟通方式沟通 以上四种应对姿态 只是看得见的表面 冰山的下层还包含了感受 观点 期待 渴望 自我 当一位父亲选择用指责的应对姿态 他水平面下的感受是生气 他的观点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他期待的也许是小孩能更善用时间 他渴望的只是想要小孩多跟他说话 当然最深层的自我 可能是做一个尽责的爸爸 如果是你 面对问题与压力时 会呈现哪种应对姿态呢